国福做梦也没想到 当年他嘲笑小龙女是真 自己最后也被他人所辱 提及女子被他人所辱 相信很多读者会第一时间想到了小龙女 小龙女自幼在古墓长大 加之他修炼玉女心惊多年 因此是少言少语冷落冰雪 可这么一位貌若天仙不容亵渎的美女 却在中南山的草地上被人趁虚而入 原来全真教的尹志平乃修真多年的道士 他还是未来全真教长教的接班人 可在亲眼目睹了小龙女的绝美容颜之后 尹志平也按捺不住 任凭自己想入非非欲罢不能 机缘巧合之下 尹志平在某个深夜看到小龙女被人点了穴位 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之上 眼见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尹志平再也把持不住 他捏手捏脚地靠近 接着用一块青布蒙住了小龙女的眼睛 最终做出了一件让无数读者至今恨得咬牙切齿之事 直到数月之后 小龙女才得知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不是过 而是一个臭道士 那时小龙女路过尹志平赵志静的客房 此时此刻 小龙女才知道尹志平静趁人之危 夺走了自己宝贵的真洁 尽管小龙女羞耻玉女心经多年 有少言少语 少思少欲的境界 但听闻如此噩耗 小龙女也好似五雷轰顶一般呆肉目击 眼见小龙女呆呆地站在窗外 路过的郭福健壮之下互为好奇 他凑了过去也听到了尹志平和赵志静的对话 郭福不但没有出言安慰小龙女 反而往小龙女的伤口上撒盐 他对小龙女道 他们的话可是真的 小龙女木讷地回道 我不知道 也许 也许是真的 这个时候同为女人的郭福 你应闭上嘴巴 毕竟小龙女丢失真洁 可不是出于自己的医院 然而郭福自小就骄横跋扈 在听了小龙女的这句话之后 只见郭福郭福顿其轻蔑之心 哼了一声 头也不回地走了 殊不知郭福对小龙女的鄙视与嘲讽 却在多年之后换来了一个因果轮回 喜欢翻阅金庸全集的读者会知道 金庸的武侠著作 大多都有一个因果轮回的设定 尤其是射雕三部曲 好比在连载版的射雕英雄传里 杨康玷污了捕舌女秦男秦 进而诞下了杨过 到了神雕时代 杨过的妻子小龙女 却被影志平所辱 无独有偶 在射雕英雄传的开篇 段天德率领官兵包围了牛家村 郭孝天为了救被围的杨铁星 被段天德硬生生砍掉了一臂 哪知到了神雕时代 郭家的后人郭福挥舞力剑 居然砍断了杨家后人 杨过的一条手臂 这样一来 杨家欠郭家的那条手臂就两清了 可见 金庸的确将因果轮回展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逼着可以大胆的推论 襄阳城破之后 腾嘲笑小龙女失真的郭福 自己也落得一个被他人所辱的结局 原来在杨过退隐之后的第13年 忽必烈率领十万铁骑包围了襄阳城 此时的杨过不知去向 黄耀师 伊登大师 周国通等前辈也早已寿终正寝 加之南宋日渐腐败 支援襄阳城的兵马与粮草 越发捉襟见肘 郭靖就算有三头六臂 也无法抵挡蒙古大军的兵临城下 于是身为读者的我们 可以在《倚天屠龙记》里 看到这么一段原文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屠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待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已为时不及 眼间的读者会注意到 金庸借着这寥寥几字 道出了郭靖 黄荣 郭破鲁的结局 同时也阐述了郭湘 因为追寻杨过远在千里之外 这才逃过了一劫 但郭福呢 她可是黄荣最疼爱的宝贝女儿 郭福也是神雕侠侣中 最重要的配角之一 按理来说 金庸总该在以天时代 为郭福留下一点笔墨 其实 你若知道了郭福的结局 就能明白金庸为何对郭福 避而不谈了 众所周知 郭福虽然是郭靖黄荣之女 但他药文不能 药物不行 与此同时 郭福形势鲁莽冲动 难怪黄荣自己也称呼郭福 为草包 想想看 当蒙古大军来袭 郭靖黄荣浴血奋战 自顾不暇之时 郭福会如何 笔者认为 以金庸留在神雕侠侣的设定来看 郭福势必撤出长剑 跟着襄阳城的居民一起出城迎敌 然而郭福的武功 终究只是三流的水平 郭福也不懂得什么叫做 刘的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只见郭福杀了几名蒙古士兵 就被忽必烈身边派出的高手生情 郭福虽然过了少女的年纪 但他很好地已传到了黄荣的美貌 可谓是风月有存 而蒙古人一向以残忍暴力著称 他们将情货的女人作为一种战争资源 也就是一种战利品 用来奖赏能征善战的士兵 以此激励士气 郭福落到了蒙古人的手中会如何 答案可想而知